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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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領導 各位長輩 各位朋友們 大家 順目好 我們剛剛談到了 我們希望我們利益國家 甚至利益天下 主要的要先從 對峙自己的壞習性開始 叫格屋 從這裡下手 其實 一個人把自己的壞習性去掉了 叫自愛 不糟蹋自己 不被壞習慣控制 這個叫自愛 自愛的人 他才懂得去愛人 遇愛人者先自愛 遇助人者 我們要去幫助別人 首先自己要先立起來 先自助 遇救人者先自救 好 那什麼自愛呢 那什麼自愛呢 人的習性當中 比較大分呢 就是貪 就是貪 貪求的心呢 就會把我們的智慧 給藏住 我們說 利欲熏心 人呢 一貪了之後 貪心很強 短視盡力 甚至於貪的 控制不住自己 還觸犯法網 那就一絲足成千古恨 所以得從啊 去貪心下手 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希望人生 越來越幸福 越來越快樂 而科學家研究 一個小嬰兒 每一天笑平均一百七十次 成年以後啊 平均一天你笑七次 恭喜大家 今天已經都超過平均值了 超過七次啦 但是我們要思考一個問題 怎麼 我們人生不斷的在努力啊 要追求幸福快樂 結果越努力 越笑不出來啊 你笑三次對不對啊 你就不對啦 那我們很冷靜看 為什麼那個小嬰兒啊 動不動 嗯 就笑了 沒人他也自己笑 因為啊 他知足禪樂 他的天性啊 他的天性啊 一直保持著 你看他一兩歲 走路還不大穩的孩子 看到爸爸看到媽媽 媽啊 哇笑得樂開懷 抱在媽媽的腳 腳上面 那種天性啊 那種天性啊 假如一個人 六十歲了 看到他媽媽 就跟他一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一樣啊 跑過去媽啊 親一個 你說這個人幸不幸福啊 一個人呢 對父母那種親愛啊 可以終身保持啊 這個是人間最幸福的人 所以我們有一次聽到 翟俊傑 翟導演 他說到 他已經六十多歲了 他覺得他這一生最幸福的 就是推開家門啊 還能喊一聲娘 還有媽媽的照顧 媽媽的呵護 他媽媽九十多歲了 所以我們聽了都非常的感動 而且啊 他這種對母親的愛啊 都是啊 非常 這個真情的流露 所以 只要他回到家 因為畢竟拍戲比較忙 一回家呢 就一定啊 要幫媽媽做做這個 幫媽媽做做那個 不然就覺得心裡不踏實 而且呢 都 每一次啊 他母親啊剪腳指甲 都是他親自剪的 所以我們在看到他的訪問的時候啊 看到一個六十幾歲的 也算是老人啊 戴著一個老花眼鏡啊 給他九十歲的母親啊 剪腳指甲 而且還是啊 先泡熱水 把這個指甲泡軟了 再剪 而他的孩子就想到 當他看到自己的父親 在這樣的孝敬自己的奶奶 對他的內心啊都非常的驅動 他說到呢 這種情境呢 他很難用言語來形容 他說不出來的感動 結果 十幾歲的時候啊 他就給他父親 爸爸 這一些照顧奶奶的事情 以後就我兒子啊 來幫忙做就好 所以翟導演他們家 確實啊 他做到了深教 他非常的孝敬啊 誠心感動的自己的孩子 把孝道啊 也承還下來了 而他當選了 演藝術十大孝子 去年他的孩子呢 也當選了十大孝子 而且他的兒子 是因為孝順奶奶 得到了這個獎 所以 天性保持了沒有被污染 人為什麼會越來越笑不出來啊 就是 攀球的東西啊 越來越多了 而攀球的東西多了 就有求不得的痛苦 所以人生啊 絕對啊 這個攀心 不能一直爭 一攀呢 患得患失 一攀呢 挺而走險 一攀呢 趨龍心啊 就不斷地上升上來 好 那 我們看 老祖宗啊 不教我們貪 大家翻開地址規 翻開論語啊 有沒有一個貪字啊 沒有 而 今天老祖宗是教我們 什麼才是會讓人生 越加的開懷 越加的快樂 就是知足常樂 住人為樂 這個才是抓到人生的根本 今天假如他誤解了人生 真正快樂 是去敬道義 是去助人 而他以為 人生就是去享受 追求欲望 那他的貪心啊 就越來越增大 所以大家冷靜去看呢 現在 煩惱多的人啊 是有錢人多還是沒錢的人 對啊 那就變成他錢多了以後 他慾望又多 他很多 很多煩惱 就出來了 那我們冷靜看一看 其實 一個人 一生啊 需要多少物質的享受啊 比方說吃 吃得很好啊 吃越好啊 得癌症的比例越高 是不是 得慢性病的比例越高哦 因為他營養過剩了 膽固醇太多了 而且還有人吃 一天吃四餐吃五餐的 這個沒有違背自然 一天吃兩餐三餐就夠了 有時候應酬太多了 上頓賠下頓又賠 終於賠出胃下垂 把身體都搞壞了 那就 那你吃宵夜 吃宵夜越多的地方啊 那個地方的人 腸胃病一定越多 所以人啊 不要跟自然做對啊 不要跟老天爺做對 所以再有錢 家財萬貫 一天不就日食三餐嗎 錢夠用就好了 貪那麼多幹什麼 廣下千間買了這麼多的房子 晚上睡多大 你雙手雙腳都打開哦 也只有這麼大吧 有沒有哪一個人啊 我一天晚上睡五間房間 那他也睡不成啊 這都是我的 這裡我要躺一下 那裡我要躺一下 他不用睡覺了 而一個人一天睡覺啊 不就睡那個六尺七尺床而已嗎 廣下千間夜眠六尺而已啊 所以人生物質的享受啊 夠用就好 真正能讓人生覺得有意義 有價值 有快樂 是精神的不斷提升啊 是家庭越來越和樂啊 是人生覺得越來越有意義 越有價值 所以啊在這個社會當中啊 有些風氣啊 非常崇尚虛榮啊 我們得要不隨波逐流才好啊 這個有人就說啦 這個現在啊都流行很多什麼衣服啊 名牌的啦 現在穿那個退流行的衣服啊 會笑死人啊 有沒有這樣的說法 有齁 大家不要擔心 笑死啊 是他笑死 不是你死 是吧 我們做人啊 要把正確的道理 我們自己要做到 要保持 勤儉持家 這是更不定的招 哪有 哪一條說奢侈可以成家 敢流行你可以成家的道理啊 而且說實在的 一直在那裡敢流行 衣服也要敢流行 車子也要敢流行 麻煩了 那就都 花了一大堆的錢 不都去賺錢還債了嗎 所以我們有一位長輩就說啊 他說還沒結婚以前啊 他在交男女朋友的時候看到 唉唷 那女孩子都吃一點點 因為他們怕胖啊 所以他就覺得呢 養一個太太應該不會太貴 結果呢 娶了以後呢 他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 東西很便宜啊 衣服很貴 這個太太可能一買一個名牌的 他半個月的薪水就泡湯了 所以帶著太太去買衣服啊 太太就說買了買了 他在旁邊不要了 所以我們人生的快樂 不能建築在 親人的痛苦之上 是吧 其實人為了虛榮啊 苦了自己啊 也給家裡的人非常大的壓力啊 攀比來攀比去的 薪水也要攀比 房子也要攀比 累不累人啊 而且啊 很多人呢 買了房子就變成房奴啦 一輩子就是還那個房子貸款 就為了 在吃飯的時候呢 可以拍子胸腹 我也有別墅 你看人為了個面子喔 要付出多少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說呢 他買的那個別墅啊 買多少錢啊 他沒跟我講 他說呢 每一年交的管理費啊 還有拉哩拉扎的費用 要20萬 高級住宅別墅啊 那請問大家 他還貸款 不知道要還多久 而且我給他分析一下 他年輕的時候啊 沒有時間住 因為要賺錢嘛 老了以後啊 沒有能力住 因為薪水沒那麼高 然後呢 他一年住多久呢 中秋節過年去住 一年住個兩三次 他還得請個保母啊 去看房子 保母呢 一年啊 住差不多三百五十幾天 所以告訴大家呢 誰有福氣啊 哎呀 你們真是明白人啊 保母住三百多天 然後他每天去賺錢還贈 所以這個人生啊 不把道理想通啊 為誰辛苦 為誰忙 所以人生 不貪啊 知足常樂啊 他的笑容呢 就能從七次啊 再回到一百七十次 告訴大家啊 我曾經看過一天笑一百七十次的人 新加坡的許澤女士 一八九八年生 今年一百一十三歲 我在五天前啊 親自見到他本人 我們不敢叫他老人家 因為呢 他都說他是一百多歲的年輕人 人家都說那 你怎麼都不想老呢 他說我忘記老了 而且他還說 他每一次去伺候老人啊 所謂的老人都是七八十歲 都小他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都有 然後他去照顧他們喔 他多可貴呢 他說我是以照顧父母的心 去照顧這些老人 煩老煩童啊 然後呢 人家問他 他長壽的秘訣是什麼 他回答了三個字 哈哈哈哈 就是常常很歡喜很快樂 就長壽了 而且更重要的 他真是祝人為樂啊 我們新疆有幾位啊 傳統文化紅洋者 去新加坡見這個老人啊 非常感動啊 希望啊在新疆辦養老院 結果呢 跟這個許哲女士在談話的時候 談到要見養老院 因為許哲女士見了幾十所養老院 他馬上說 我去住半年幫你們訓練人 113歲啊 然後講完以後過沒多久啊 他又對他們說 我真想啊 現在就跟你們去 你說一個113歲的長者 那種利人的心啊 時時都是這樣的熱忱 讓我們看了都非常非常感動 所以九月份好像有安排 老人家到新疆講一場 好像到上海也要講一場課 而且啊 這個老人也印證了一個真理給我們了解 愛人者 人和愛者 他的冰箱啊 都會莫名其妙啊 長出很多蔬菜水果跟東西出來 不知道哪裡來的 你們有沒有買過冰箱可以長東西啊 沒有吧 我告訴大家 這個冰箱的牌子叫愛心牌的 你們要買對喔 為什麼他的冰箱會有東西 因為他去幫助這麼多的人 他從來沒有求的心 沒有求 無私的奉獻 所以接受的人啊 都接受了他的真誠 都覺得沒有盡些心力啊 覺得過意不去 所以很多人是趁他不在的時候 趕緊把東西拿進去 深怕增加他的負擔啊 假如讓他看到誰拿來的 他就哎呦那我欠你一個人錢 所有送來的人都不願意增加他的心理負擔 都趁他不在的時候送進來 你看喔跟我們很不一樣喔 我們送人家的東西喔 都要在朋友面前晃幾下 我可是特別買給你的喔 花了不少心喔喔 收人家的東西你就 一大堆都給人家壓力了 都是無條件的付出啊 感得的就是無條件的回報 而且不只是他照顧的人感動 讓很多的人啊 升起善心 效法他 學習他 也很愛護他 所以 論語裡面講 忍者受 忍詞的人一定常受 因為他念念都是為人著想 而且人動一個善念的時候 還沒有利益到他人啊 首先利益到誰了 自己啊 這個善的念頭啊 太和之氣 馬上就利益了自己 八十兆的細胞啊 忍者受啊 是很有科學的道理的 好 所以當我們明白了 利益人其實就是利益自己 自己一定會得到好的福分的 那人啊行善啊 就覺得非常的歡喜 好 那我們來看 人不貪求了 就不會患得患心 而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今天人求了就一定得得到嗎 不一定哦 今天你不求了就得不到嗎 對啊 對啊 所以啊 再思考清楚了 就是 該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你擔心什麼啊 還在那裡緊張 還在那裡害怕 那不是傷害自己的身心嗎 所以真正明白道理的人啊 你得心安 該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用去強求 但行好事 莫問虔誠 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 因為他會自然回來 欸 我們想一想 一個人 已經明白了 但行好事 莫問虔誠 他只是不斷努力的 去種善的因 自然就會結善的果 他就省掉很多 煩惱未來的時間了 你看人多少精神啊 都花在懊惱過去 然後呢 擔憂未來 人這個道理一明白了 心就安啊 不會患得患死 我是現在才想明白 以前沒想明白 以前呢 得失心很重啊 考試啊 就很緊張啊 其實說實在的 人一緊張 實力發揮不發揮得出來 發揮不出來啊 適得其反啊 所以假如我們的下一代 得失心很重 很容易緊張啊 趕緊要把這個道理 給他講明白 不然喔 他有罪受了 像我就受了不少罪了 考大學連考啊 睡不著覺 我姑姑還給我兩顆鎮定劑吃啊 結果吃了還是沒睡著 然後要去考試的時候 還沒進考場 遇到我同學的媽媽 因為呢 我很緊張啊 全家一起緊張 我父母跟兩個姐姐 五個人一起去考試 就怕我緊張 所以人要把緊張改掉 不然呢 很多人陪著受罪 結果呢 還沒進考場 遇到我同學的媽媽 她說 哎呀你真有福氣啊 兩個妹妹陪你考試 我是兩個姐姐啊 我是兩個妹妹啊 還沒進考場啊 就被重重的打擊了一下 那為什麼人家一看 就覺得是妹妹呢 因為我看你啊 就比較老 得失心重啊 又能死人老 真的 我後來去念大學啊 跟一群新認識的朋友出去啊 我就問他們 你猜我是哪一年生的 結果她看了很久說 嗯 你是六七年生的 我是七三年 她居然猜六七年了 結果我坐著眉頭跟她講 你再仔細看看 再猜一次 結果她說 難道我猜得太年輕了嗎 所以 告訴大家 人不要自取其路 明明看起來就很老 還要問人家哪一年生的 沒事找事嘛 所以我那個時候真的看起來很老 因為得失心屈容心放不下 大家看呢 我現在像幾年刺的 哦 前幾天呢 剛好啊 我在這裡大裡裡頭髮 結果這個李月老師呢 就問那個裡頭的師父說 欸 你看這一位男士是幾歲呢 結果這個師父說 三十來歲 哦 害我當天差點睡不著覺 哦 害我當天差點睡不著覺 哦 所以人生啊 不長貪心 要長生歡喜的心 知足常樂 就對了 這個是啊 不貪 再來呢 隔五呢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不撐 要把壞的脾氣啊 去掉 我們剛剛也說到了 人啊 真的沒有壞脾氣啦 任何人都不能讓你生氣呢 想不想過任何人都不能讓你生氣的日子 想齁 什麼時候開始過啊 現在啊 哎呀 不簡單 真有絕心 而我們剛剛講到為什麼脾氣大 看自己看得太重了 順自己意的就貪心 不順自己意的脾氣就來了 所以人啊 會有情緒呢 根源還是在自己的修養的問題啊 好 所以人能夠常常 在處事當中啊 多寬恕 多包容別人 就不會生氣了 甚至於遇到事情 有摩擦了 先反省自己 這個氣就消一大半 人為什麼脾氣大 就覺得自己一點都沒錯 都別人錯 其實哪有可能自己一點都沒錯 一個人假如一點都沒錯 一定感動對方 最後也變成善人 這樣邏輯才對啊 會產生摩擦衝突的 很可能都是半經八糧 一般見識 我們看大順是聖人 他的父母對他這麼不好 他有沒有生氣 沒有呢 而且還覺得 一定是我做得不夠好 所以他越反省自己 越誠心 最後感動全國 成為天子 也感動了他的父母 今成所至 今時未開 所以人人常常 因事相爭 因事情產生衝突 焉之非我之不是 很可能我也有錯 須平心暗想 先反省自己 氣就取一大半 而且呢這個稱會啊 壞鼻氣呢 我們還可以啊 用忍耐的功夫 來改善 來對峙這個壞習性 有利忍 有利忍 妄忍 凡忍 官忍 喜忍 慈忍 很多事情啊 能有成就啊 都要靠忍耐的功夫 包容的功夫 一個人忍耐的 修養不夠啊 很多時候會添亂 脾氣一發 全功盡棄 而利忍呢 就是脾氣要上來 趕緊壓下 假如壓不住了呢 快要爆發了 那可以先離開現場 對不起我先上個廁所 稍微深呼吸調整一下 再回來這個叫利忍 再來呢妄忍 人家對妳什麼無禮啊 不放在心上 這個叫公喉頂上勘走馬 宰相肚裡能撐船 不跟人計較 妄忍 還有凡忍 反省之急 反求諸己啊 這個氣就下去了 觀忍 觀察事物發展的過程 今天這個人做的不對 他是個惡人 可是可惡之人 必有可憐之處 他可能沒有好的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這個時候妳能從這些姻緣去看 妳就不會在他的行為當中啊 跟他過不去 妳會包容妳會寬恕她 再來喜忍 歡喜接受別人無禮的對待 因為把他當作 考驗自己的四金石 他今天對我無禮啊 就是要看看我現在的功夫到哪裡 歡喜接受別人的考驗 這個叫喜忍 而且告訴大家喔 人生真的喔 日日是好日 時時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啊每一個人 其實都是來成就我們 大家想一想 大順的父母有沒有成就他 有喔 可是父母對他不好耶 但是只要他是用反省的心 包容的心 是用孝心 那這也不是壞事喔 這樣的考驗讓他成為聖人耶 好 諸位朋友 你喜不希望成為聖人 希望喔 那考驗會來喔 來了高不高興 你們怎麼沒什麼聲音啦 而且大家要了解喔 人啊都有明德 這個明是智慧 人的煩惱越來越小 智慧就越來越彰顯 德呢是德能 我們看大順是個農民 因為他去掉了這些習器啊 孝心達到極處了 德能也彰顯 德為聖人 而這個德呢還包含了福 我們看大順 德行成就了 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 他的福分也獻錢 所以每一個人 德行成就了 智慧德能 還有他人生的福氣 都會 能夠啊 張雪 但問題是 這一些本有的東西 被什麼障礙住呢 貪心 障礙了人的福氣 稱慧的心啊 常常發脾氣啊 障礙了人的德能 不明真相愚痴啊 障礙了人的智慧 所以今天 你見到這個人 你要發脾氣了 是他提醒你啊 你還有壞脾氣 障礙了自己的德能啊 所以他是來幫助你的 所以大家 首先啊 例行地址規 例行傳統的話 就要把那個 你最討厭的人的照片 放在床頭 每天看 你們沒什麼反應 我這個建議不是很好 是吧 哎呀 真幹啊 你很快的脾氣一放下 你的智慧德能 馬上能夠彰顯 你可以利益更多更多的人 所以我們希望早一天有智慧 早一天有德能 利益家庭 利益生命的有緣人 這樣才對啊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老師 都是來成就我們的 這個時候面對所有的境界考驗 就歡喜接受了 最後啊 慈人 這個人對我們無理啊 他很可憐 他一直在墮落 透過我們好好的立身行道 我們是一個好榜樣的感動他 然後利益他的人生 這個就是仁慈的心 好 所以這個 我們第二個習性呢 稱 第三呢 就是吃了 而魚吃跟智慧啊 他是相對應的 而一個人有智慧的人呢 他凡事啊 都能找到根本在哪裡 他本末不會倒置 他先後不會錯誤 而我們現在冷靜看看 我們的思想 有沒有符合之所先後 符合抓到根本 我們這兩天的課程呢 都常常談到 君子物本 本利而到生 而我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呢 他人生幸福 而真正讓下一代人生幸福 最重要的根本是甚麼 德行 德者本也 才者 末也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培養孩子 有沒有從德行下手 所以本末倒置啊 所以本末倒置啊 不是說別人喔 我們觀照觀照自己啊 我們自己有沒有抓到本末 比方五輪關係 都要抓到本末 父母教孩子 一定要抓到德的本 孝的本 兄弟關係 兄弟關係 兄弟關係的本在哪 在情意 恩義 道義 而不是兄弟啊 常常計較厲害啊 欸 夫婦關係 也要抓到本喔 請問大家 現在找對象啊 應該首先看甚麼 標準答案 是吧 我有一次跟大學生啊 講到男女相處的問題 找對象的問題 跟他講了半天 娶一個好太太 望三代啊 娶一個不好的太太啊 一拜塗地啊 結果我講了老半天啊 講了半個多小時 然後他們說到 老師你講的很有道理 德行很重要 不過喔 漂亮也很重要 所以啊 不能怪這些年輕人啊 他從小看電視啊 就是受到這個影響 請問大家 哪一個電視節目說 女子的德行很重要 馬都是女子的美貌 在那裡搔手弄支 是吧 所有的廣告都是搔手弄支 那男孩子從小看到大 一下子要把他扭過來也不同意 所以諸子之家格言裡面講 嫁女則家序 勿所重聘 你給女兒找個好對象 也要是有德的啊 娶妻求淑女 勿寄厚蓮 找一個有德的女子 而不是去想啊 那個聘禮很多 那個嫁妆很多啊 好我們看 五輪裡面有沒有抓到本 包含 軍臣關係 今天領導者 栽培下屬 重用下屬 是考慮他的才能 還是考慮他的德行 其實現在啊 社會比較浮躁啊 大家希望趕緊看到成績 往往用的人啊 都是有才 得不足 可是當這個才勝得的人 他掌握了很重要的位置啦 他一動歪腦筋啊 因為他很聰明啊 就動一些不好的手腳 可能就把這一家公司給搞垮 所以大家注意去看啊 很多大公司都是被一些很高級的主管搞垮掉的 問題是當時候誰用他們 還是領導者自己用的 那是因為我們在判斷人 用人的時候 有沒有抓住根本 而且一個企業要發展 最重要的是人 有得行的人才 所以自治通建裡面告訴我們 資本在得人 得人在勝利 一個團體一個國家要治理的好 在得到人才 要得到人才 要很謹慎 去推舉人才 那謹慎推舉呢 就要在他處事在人皆物當中 來考核 他是不是真有恭敬心 真有愛心 還是呢 面對領導很公敬 面對同仁很傲慢 這樣心口不一的人 不能用 很多才華很高的人 可以 口落尋河啊 口才特別好 往往呢 人就被他給唬住了 所以還是要看他 是不是真正的 對家人有情意 對他人有愛心 這樣的人可以重用 好 這個是我們講到啊 吃 這個問題 本末 再來 先後 也要掌握住 不然啊 努力有結果 不一定會有好結果 比方 五千年的歷史長河當中 哪一代的人 花最多時間 教孩子 各位朋友 哪一代人 現代嘛 沒錯吧 現在的爸爸媽媽不好當啊 上下課啊 都還得鑽車接送啊 花了不少精神 教育孩子 那請問大家 五千年來 哪一代人 教得最不好 哎呦 怎麼會這樣 花最多時間 卻教得最不好 那這不成比例啊 問題出在哪 沒有抓到根本 所以什麼是教育孩子的本 就是孝敬的心 一個人的人格健全啊 最重要的基礎 孝敬 而一個人人格健全之外啊 因為他有孝敬的心 他是有福分的人 剛剛我們一直在強調 不要去長貪心 有福的人呢 該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而福從哪裡來呢 福田靠心根 這個才是人 真正明白 人生的真相 福報的真相 今天假如我們不明這個理啊 很愚痴 就急著要趕緊賺大錢 那個急啊 那個貪 反而挺而走險的情況 就太多太多了 最後就一絲足成 情苦很難 不管在商業界還是政界啊 現在假如不把這些道理想明白 貪心急躁了 就會出事了 而我們明白了福田新根 就每天懂得怎麼經營人生的福氣了 而這個福田呢 大分三個田 一個呢 是恩田 孝就是自恩報恩 而這個恩呢 不只孝順父母 孝順所有對我們有恩的長輩 領導 朋友 這樣的人一定有福 而且越知恩報恩的人 人家越疼愛他 覺得如此可教人 忘恩負義的人呢 人家幫一次不會再幫第二次了 恩田 第二個呢是敬田 尊敬長輩 敬兒 尊敬人事務 尊敬他所負責的事情 他能盡忠職守 這個人一定好 而且盡忠職守的人 一來 所有領導對他的信任不斷增加 再來 因為他盡忠職守 甚至於 不屬於他的工作呢 只要團體需要 他肯去付出 肯去把工作再扛起來 他懂吃虧 那他的工作能力啊 也不斷在提升 所以有一句話叫 吃虧就是 吃虧就是占便宜啊 為什麼是福 做的過程當中 心量大有福 工作能力又得到鍛鍊提升 這個人的機會跟福分 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我們在思考問題呢 也要能夠啊 推演到他的這個心境 這個態度 將帶給他人生往後 什麼樣的好處 什麼樣的善緣 我們可以推斷得到 這個是敬田 再來還有悲甜 就是啊 他有愛心 看到別人的需要 他能盡心的去幫助別人 我們在三字經裡面有一句話 叫窦燕山 有義方 焦五子 名俱陽 而窦燕山先生呢 他其實 是因為有一天做夢 夢到他的爺爺 來跟他講 說你啊 命中無子 因為他已經三十多歲了 所以啊 你一定要好好啊 積德行善 改變自己啊 改變家族的命運 那窦燕山先生很難得啊 他很聽祖宗的話 從那一天以後 他能幫別人多少啊 他都不求回饋的去幫助 所以他蓋了很多的學校 讓更多的人啊 能夠聽到這些聖賢的教誨 然後他整個親朋好友 婚商喜慶啊 需要錢 他都很主動的去幫助 一個人呢 幫助了幾百個親戚朋友 後來呢 他的福分呢 就積得很快 他五個兒子 八個孫子 通通啊 都飛黃黃的 都是國家的大官 所以三字經裡面這些故事啊 很值得我們 來 引以為啊 人生的 一個啟示 甚至於變成我們家庭的一個家風 家道 後來范仲淵先生啊 還把窦燕山先生 他的家道 他是怎麼樣去 積得行善的士機啊 貼在他們家 牆上 讓他自己的後代啊 都效法 所以范仲淵後來他的家道呢 也很興旺 所以這個是啊 悲田 好 而 我們看到了 這個孝敬呢 是福的本 而孝敬呢也是做人的本 今天沒有人說不愛孩子的 可是愛的時候沒有從德著手 沒有用智慧去愛 會適得其反 我記得曾經看到一個報道 台灣有一個企業家 剛好回祖國啊 坐車經過黃河 結果他一看到黃河就很激動啊 因為黃河是民族的母親河 他就給出租的司機說呢 停下來停下來 我想躺在黃河堤壩上 感受一下 這個黃河母親的脈動 這個企業家 就跟那個出租的司機啊 躺在那裡 休息了一會兒 結果沒多久啊 這個計程車司機突然啊 就哭起來了 一個大男人在哭啊 把他嚇壞了 問他你為什麼哭啊 他說前幾天啊 我家發生了件事 就是我生病了 而我呢很照顧我的這個兒子 希望他呢身體健康茁壯 我再怎麼辛苦啊 每天都給他一隻雞腿吃 結果前幾天我生病了 我太太很不忍心啊 就把那隻雞腿呢 拿到我的面前 然後說 先生你辛苦了 這個給你補補營養 你吃 結果說時遲那時快啊 突然聽到啪一聲 他的兒子啊 給他媽媽一個耳光 然後接著說 那個雞腿是我的 所以假如我們愛孩子啊 讓他都感覺到 所有對他的付出 都是理所當然 都是理所當然 應該的 那可能這個孩子 我們花越大的力量去教育他 反而他越不孝順 因為所有的人都伺候他 增長的就是貪心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麼多的孩子都不珍惜 父母的付出 也不能怪他們 人不學不知道 人不學不知意 沒人教他這些道理 好 所以社會的種種現象 其實都是值得我們父母跟老師 反思 是不是我們該教他們的 沒有教 而我們看到先後啊 今天我們跟爺爺奶奶 父母還有孩子 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們夾起的第一口菜是給誰吃 所以夾菜也有之所先後 你先給孩子了 他學到的就是自我自私 先夾給爸爸媽媽 尤其夾給爺爺奶奶了 那他學到的就是孝道 所以雖然是一個動作啊 生活的小細節 可是卻影響了一個孩子的心態 所以不要小看一個心態 孝心如此 恭敬心也是這樣 地址規裡面呢 出則替 就是教如何恭敬長輩 比方經文裡面講 長姑人即待教 人不在即即到 這是一個晚輩面對長輩來家裡 很自然的態度 阿姨叔叔來了 阿姨叔叔您請坐 我給您倒杯水 我趕緊去通知我爸 通知我媽 即待教啊 恭敬的太多 但是現在是不是這樣 現在是 長輩進來了 小孩坐在那裡沒有動 只是頭啊彎一下 笑一下 然後又彎回來 繼續看他的電視 結果 家長就說啦 他能轉過來對你笑一下 不錯啦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喔 好 那大家冷靜一下 上一代啊 是我們去接待長輩喔 恭恭敬敬喔 這一代變成連站都不站起來 只轉一個頭笑一下 那請教大家 下一代再變什麼 再下一代就變成 這個 叔叔阿姨啊 要走到小朋友面前 小朋友好 要不要喝杯茶 你再不教就疊成這個樣子啦 三十年而已啊 居然變成這個樣子 那請問大家 假如孩子變成一點都不恭敬啊 還要長輩伺候啊 那他還像人嗎 人之所以像人 因為他懂得做人 懂得仁義理智性啊 好 所以這個恭敬 也要注意 在這個生活的細節 教給孩子恭敬的心 或飲食或做走 長者先又者後 我們從小的很自然的習慣 吃飯的時候 坐椅板凳擺好 碗擺好 我們去請爺爺奶奶吃飯 爺爺奶奶回來了 先上桌 我們盛好飯端給爺爺奶奶 長者先又者 現在啊 太多顛倒的現象了 現在是變成爺爺奶奶叫孫子吃飯 吃吧 而且還得餵他吃飯 餵一口呢 他還跑三十公尺 這爺爺奶奶還得追過去再吃一口 所以現在爺爺奶奶還得去參加馬拉松訓練 才行啦 顛倒啦 他就不會做人 他就愚昧啦 好這個是不能吃 格物當中呢 不能傲慢 要謙卑 很多事情啊 就是因為傲慢搞砸了 很多的大公司 為什麼會轟然倒下 因為領導者 有了一點小成就啦 自視甚高 不可一視啦 聽不進去旁邊人的勸告 就完蛋了 所以尋子講 百事之誠必在敬之 要恭敬 其敗也必在慢之 一傲慢一起 誠就要變成敗了 所以要讓孩子 終身啊 不要起傲慢 能謙卑待人 還有呢 不能懷疑自己 人一否定自己啊 就沒氣了 就沒力氣了 再來不能懷疑經典 懷疑真理 進而啊 要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本善 不要懷疑他人 我們不懷疑自己的孩子 信任他 他的潜力就能發揮 我們能信任下屬 不懷疑他們 他們的能力也能發揮 我們不懷疑我們的另一半 他們也能感動啊 潜力發揮 昨天 我們劉老師跟李老師夫妻啊 上來給我們表演了一個 很和諧的情景 你看太太啊 都看到先生的付出 看到先生的好 結果先生反而覺得 我沒有這麼好 但是我要對得起我太太 對我的欣賞 對信任 我要做得更好 是不是就把這一份信任 這一份感恩 就把另一半的潜力啊 都發揮出來 好 所以呢 一個人不貪不撐 不吃不慢 不疑 這叫自愛 而一個人沒有這些習性之後啊 他非常的真誠 非常有修養 他就能誠意正心啊 修身 然後去利益他的家庭 其家 利益生命當中的有緣的人 就自古 利益社會 自愛 進而可以愛人 大家想一想啊 一個人貪心很重 脾氣又大 又沒智慧 他自身都難保啊 他怎麼愛人 是不是 大家喜不喜歡 跟傲慢的人在一起 哎呀 在旁邊就很不舒服 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真正要愛人 首先要自愛 把這些壞習慣去掉 剛剛課間啊 有一首歌曲啊 叫愛的真諦 叫愛的真諦 大家聽過沒有 我這個 我今天有點宣兵奪主 我今天好像不是上音樂課 怎麼唱了這麼多首歌了 因為是講課需要 大家要理解我 因為大家想 這一首歌是把愛的真諦說出來喔 而愛當中首先是自愛喔 這一首歌彰顯的就是自愛喔 我把它唱一遍 大家注意看喔 整首歌啊 就是讓我們愛自己 不要貪 不要撐 不要吃 不要慢 不要贏 愛是恨就仍然有有恩賜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髒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儀儲 不求自己的儀儲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家的惡 不喜歡不依止喜歡真諦 凡是包容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相信 凡是傍望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凡是要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是吧 是吧 你看整首歌是不是告訴我們 不貪 不撐 不吃 不慢 不要贏啊 而且最後 永不止息啊 你們鼓掌鼓得太快了 我最後一句還沒唱到 因為呢 最後一句就要拉得很長 不知息 就是提醒我們 有真愛的人喔 是不會變的 是長長久久 今天愛明天就恨了 那不叫真愛 那叫假心 假的 虚情假意 那叫慾望 不滿足你了 你就生氣了 你就不高興了 那是慾 所以你真愛一個人 不管他怎麼對你 你的愛不會改變 那個才叫真愛 愛是沒有條件的 好 好 那我們了解到了 從格物下手 而真的一個人 能夠去掉這些壞的喜氣 再去經營五輪關係啊 就不難了 而整個五輪的發展 在經典當中 給我們提到 有夫婦 而後有父子 而後有兄弟 這個是同一個家庭 這三個輪場啊 都是家庭裡面的親屬關係 後面再延伸出社會 就是君臣 就是朋友 孟子有一段話講到 道在耳 而求諸遠 其實和平的道 其實和平的道啊 天下安定的道啊 並不遙遠 就在我們的身旁 但是我們有時候啊 我們有時候啊 能達到和諧的社會呢 孟子講到 人人親其親 長齊長 而天下平 因為 每一個人都孝順父母 有愛兄長 尊重長輩 每一個人都這樣啊 那社會不就安定了 家庭不就和樂了嗎 而因為 紹成若天性 習慣成自然 他在家庭裡面 就養成了他 待人的態度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他對父母 非常的有孝敬啊 他一踏出家庭啊 他到學校去尊重他的師長 有愛他的同學 所以學校叫師父啊 同學叫師兄弟啊 都是家庭輪場的延伸 到了單位去 比方說在古代 到了朝廷去 他的領導者叫君父 用恭敬父母的態度 來事後領導 然後呢 用兄弟有愛的心呢 去對待他的同事 那這個團體也安定了 好 所以我們看 這三個輪場 延伸出整個社會的安定 朋友 師兄弟之間都和樂了 而我們看到 這整個五常的 五輪的發展 他核心還是夫婦 因為夫妻啊 要把正確的做人道理啊 演給孩子看 孩子從小耳濡目染 潛移默化 他就學到做人的道理 我們曾經啊 訪問過一位好媳婦 其實他那個時候已經當婆婆了 結果到他們家的時候呢 他們有三個兒子 前面兩個兒子已經結婚了 所以一家人啊 都在 兩個媳婦 三個兒子 結果呢 我們 在跟他們談話的過程當中啊 他的三兒子啊 就有 講到 小時候的一個情境 就是有一天啊 他們家有十口人 剛好那一天 是煮雞蛋 煮了九顆雞蛋 而 大家都坐在飯桌的時候呢 母親就很自然的 把九顆雞蛋呢 都分到其他人的碗裡 那請問大家 誰的碗裡沒有雞蛋 那母親呢 其實母親的無私奉獻啊 只要我們能 靜下心來 在生活的點滴去觀察 都可以感覺得非常的深刻 我們看每一次吃飯呢 誰先上桌啊 誰最晚上桌啊 母親 誰最早吃完 也是媽媽 趕緊又去給我們弄點水果啊 誰是 最晚去睡覺的 誰又是最早起床 幫我們弄早餐的 所以人能從這些生活當中啊 就可以體恤到母愛的光輝跟無私了 而當她的母親啊 把這個蛋都分下去的時候 她的先生看了呢就很不忍心了 趕緊把她碗裡的雞蛋夾給她太太 哎呀你在家裡辛苦 你吃 結果這一位女士又夾回去 哎呀先生你在外面體力消耗大 你吃 這夫妻兩個人呢 這夫妻兩個人呢 就一顆蛋夾過來夾過去 經過了數十回合啊 哇 蹦掉在地上去了 結果她的兒子彈到這裡啊 眼眶裡泛著淚水 我們可以感覺到她三兒子啊 回想她父母 曾經的這個情景啊 給她內心很大的震動 請問大家 還要教她夫妻怎麼相處嗎 什麼時候再教啦 隨時隨地做出來的 就是在小孩的 好的也教的 不好的也會學啦 所以為人父母啊 要有一種心境啊 時時都要給孩子好榜樣 這個就是真正對孩子的慈愛 好的會學喔 不好的有時候 一不住一攤也學喔 所以有一個母親啊 跟孩子 一個七歲的男孩一起看電視 就看著電視啊 剛好演到古裝戲啊 夫妻相處 這個老爺啊下班回來了 下朝來了 太太趕緊呢 到門前迎接啊 老爺辛苦了 趕緊幫她換上 輕鬆的服裝 倒了一杯熱茶 趕緊趁熱喝 暖暖身子 結果看到這裡呢 這個七歲的兒子啊 突然講了一句話 媽媽 他們不是夫妻 她媽媽說 現在就是演夫妻啊 他們就是夫妻啊 結果孩子講 不像 請問大家 七歲的孩子心目當中呢 什麼樣子才像夫妻 可能是小草天天有 大草三六九 大家知不知道 為什麼大草 要三天六天九天才能草 因為中醫說 暴怒傷肝 發完一次脾氣啊 要調養兩天 才可以恢復 才可以恢復 所以你這個夫妻關係要搞好 要不撐啊 不能傲慢啊 你說先生太太脾氣很大 又很傲慢 誰都受不了 伺服人 心不然啊 礼服人 方無言啊 不去掉傲慢 很難有這樣的德行表現啊 所以這個母親啊 就感覺到 哎呀 教育孩子沒有僥倖啊 沒有偶然的啊 隨時都是德行的 一種感染啊 結果 過沒多久啊 剛好有一天呢 她又 在接電話 接完電話呢 她兒子在旁邊 就說了 說媽媽 剛剛是爸爸打來的 等於是呢 孩子一聽到媽媽講話的聲音啊 就判斷 這個語氣是對爸爸講的 可能平常對朋友講的都是 哎呀 今天跟你談話真愉快 改天一起到風花雪月 喝普爾茶 這個就不是爸爸的聲音 假如是爸爸的聲音一定是 哎呀你有完沒完 我不跟你講了 啪 就掛掉了 結果這個媽媽聽到這裡 就有點 心裡覺得 哎呀 不能給孩子不好的影響 原來講一句話都在影響 其實大家想一想 當一個孩子都覺得 父母不可能和諧了 請問他相信人與人能和諧嗎 他最輕的人他都覺得不可能和諧了 他要相信誰能和諧 所以 所以夫妻假如衝突很多的 下一代心裡都有障礙 跟人相處啊 都會有陰影 所以一個人啊 真正夫妻把和諧演出來了 那是成就孩子 健康的人格 所以這個媽媽 那一天就很警覺了 連講話都在影響 所以當天剛好啊 他先生又打電話來了 他一看到電話號碼 趕緊啊 深呼吸三次 調整一下心情 然後接起來 喂 請問您找哪一位 他先生說 對不起我打錯了 結果呢 過了幾十秒以後啊 又打來了 當他先生 確定是他的時候 在電話那一頭 說了一句話 真的是你嗎 好 各位朋友 人跟人啊 有這麼好的姻緣 成為一家人 要聽話 要聽到他的心 理解他的心 這個很重要 我們用心來聽這句話 當他先生說 真的是你嗎 是什麼意思啊 我把它翻成白話 是這個意思 我的太平日子 真的到了嗎 你看啊 夫妻這麼難得啊 千年修得同傳度啊 萬年修得共成年 我把它加了一下 這個很難得的緣分啊 走上婚姻組織家庭 是要成就彼此美滿的人生啊 有沒有哪一個夫妻結婚了 他心裡面想 好啊 終於讓我等到這一天了 我非搞得他個鸡犬不能不可 有沒有人這樣去結婚啊 所以呢 這個經營夫妻關係啊 人要能夠不忘出心 珍惜這一份難得的緣分 我們就是為了成就彼此 幸福的人生才結合 人死死保持這樣的理智啊 有什麼磕磕碰碰啊 就過去了 而整個中華文化 它是非常注重婚姻的 在禮記裡面特別有一篇文章 就是談婚姻的意義 婚意 而這個婚姻裡面 而這個婚姻裡面 就說到 夫妻的結合啊 是道義的結合 上以世宗廟 下以繼後世 是 結婚就是成先起後了 把這個家族的好的家風 家規傳下去 四中廟 就是把祖宗的家道傳下去 下以繼後世 就是教育好下一代 讓我們的德行風範 能夠成為 世世代代子孫的榜樣 好 那諸位朋友 您覺得我們現在的哪一個德行啊 可以成為 世世代代子孫的榜樣 有沒有 你們怎麼無辜的看著我 這個我幫不上忙喔 你們家族的命運 是在你們自己的手上喔 真的喔 范仲淹先生他做到了 他的胸懷成為他往後 百年千年後代的榜樣 所有范氏的後代 他們都有一個人生態度 人生價值觀啊 叫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憂 請問大家 他的後代都是胸懷天下 請問他的後代有沒有福 有啊 福田新根 好 范工做得到 我們也要有這個志情 范仲淹先生啊 是在世的時候呢 在他們家門口種了兩棵君子樹 他就說到 清英大辟其餘千年 我的德行一定可以感得後世 千年的子孫效法學習 他有這樣的氣概啊 果不其然 真的他的家道很興奮 好 所以我們也有這樣的一個志向 來效仿 而這個夫婦結合之後 這個 我們都說夫妻一體 在整個婚禮的過程當中啊 一開始祭拜天地 就是知道婚姻結合很重要 不只是兩個家族的結合 兩個家族的和諧 更重要的要幫社會培養出好的主人翁 動糧之殘 所以拜天地就是婚姻啊 是要對整個社會負責的 而且這個新郎要去迎娶新娘的時候 父親要先敬他一杯酒 而且父親是代表祖先給兒子敬酒 所以這個兒子要去娶新娘的時候啊 整個腦海裡浮現的都是責任啊 是父親給他敬酒的影像啊 所以整個婚姻都是在啟發人 對婚姻的正確態度 那現在很缺乏這些婚姻的禮儀啊 好像婚姻都變成很草率 有時候還玩樂啊 還亂開玩笑啊 就失莊重了 而到了新娘那裡啊 是岳父岳母親自把女兒交到新郎的手上 我們也要對得起岳父岳母的信任呢 也要對得起妻子終身的信任 人有這一份情意啊 他就能扛起一個家庭的重擔 我們常說呢 男子汉啊 大丈夫啊 這個肩膀要厚實 要能承擔重任 要能讓人家靠得住 而這個女子啊 要上了這個花轎之後啊 有一個習俗啊 就是把一隻扇子呢 從窗戶丟出去 那什麼意思呢 這個扇子啊 就好像呢 一個女子啊 在家裡面是大小姐 哎呀好熱啊 趕緊開冷氣了 很注重生活的享受 但是出嫁以後啊 就是人家的太太 人家的媽媽 人家的媳婦了 要能啊 懂得多吃一些苦 要把呢 一些壞的習慣呢 享樂呢 要能放下來 所以就把那個扇子啊 丟出去了 這位女同胞 你們丟出去了沒有 這個結婚那天有沒有丟呢 而這個女子啊 她出嫁的過程呢 就像詩經裡面講的 陶妖這一篇文章 陶之妖妖其夜蒸蒸 知子於歸宜其家人 就是這個女子啊 看到陶樹開得這麼茂盛 結的果實這麼 結實累累的 她就期許自己呢 我要讓這個家 更加的兴旺 這樣祈勉自己 結果到了 婆家啦 先生呢 跟太太呢 從主人的位置上去 然後 公公婆婆呢 站在客人的地方 代表那一天開始 這個家就交給 這一對夫妻了 然後進門啊 要喝一杯 椒杯酒 那個椒杯酒啊 是葫蘆瓜做的 肉是苦的 成的是甜酒 而且呢 那個杯子是同一個葫蘆瓜 披成兩瓣做的 這個就有很深的意義啦 代表這一杯酒喝下去啊 夫妻從此怎麼樣 同甘共苦 而且是同一個杯子 同一個葫蘆瓜 披成的杯子 代表一體不可分 從今以後啊 不分彼此 那假如我們 在經營夫妻關係 時時都保持 同甘共苦 不分彼此 那我們相信啊 他一定能夠啊 白頭偕老 好 這個是跟大家 和大家談的夫妻相處 而夫妻有好的榜樣啊 夫妻靜孝 夫妻和諧 孩子就受到好的教育 所以父子關係裡面 我們強調 父慈子孝 而這個慈當中呢 還有包含智慧在裡面 而父母慈愛 首先他自己的思想要正確 他才能引領孩子 有正確的人生觀 包含他處事的心態 以至於他在教育孩子 有沒有正確的理念 這個都很關鍵 那比方 父母他覺得 什麼樣的人生 才是幸福的 是能夠有責任心 去利益他人 利益社會是幸福 還是重視享樂的人生是幸福 這個整個人生的方向 差別就很大 而在整個公立社會當中啊 一般都會覺得呢 小孩子小的時候啊 讓他快樂就好 結果你讓他很快樂啊 他要什麼就給他什麼 西方教呢 小孩子是天堂 等到他成年了 因為他常常都是享樂 欲望很多 老主公講 游減入奢益 游奢入減難 他要變節減就很困難了 結果 因為他已經有這麼多欲望了 他又要滿足欲望 他就得拼命賺錢 所以他的中年生活啊 像戰場一樣 我們看 很多年輕人啊 還沒有工作呢 刷卡 然後就花了很多錢 結果一工作呢 一輩子都負責 都在還貸款 這樣的年輕人 越來越多 可是我們以前五千年來啊 人都懂得亮露為粗喔 沒錢還要享受啊 這是很可恥的事情啊 整個觀念啊 是有很大的不同 大家想一想啊 整個金融風暴的根源在哪裡 就是人啊 不注重節儉啊 就注重享樂 結果花錢都花太多了 最後整個經濟體系啊 就沉門不了 就垮下來了 所以現在聽說年輕人啊 這個幾個貴族啊 有一個貴族叫做 月光女神啊 每個月都花光光啊 還要回去給爸爸媽媽要錢啊 那要錢的時候爸爸很生氣啊 跟你說多少次了 氣死我了 都不聽 好啦 要多少啦 還是拿給他啦 早知今日 何必躺足啦 慣壞啦 還有一種叫啃老族啊 專門啃父母的錢 白領一級 白白領父母的退休金 真的呢 現在很多孩子他沒有責任心啊 又想享受 都是花家裡的錢 年輕成年呢 都只是賺錢在那裡還貸款 有沒有精神照顧孩子 照顧家庭 沒有 所以公立社會 下一代交不好的太多了 而且離婚率特別多 因為他都沒有好好經營家庭 最後呢 人老了 沒有天倫之樂 孩子不聽他的話 可能夫妻也離婚了 在養老院裡面算日子 坐吃 等死了 人晚年真的要快樂啊 還是要有天倫之樂 很多老人不願意住養老院 為什麼 因為每一天都聽到 23號走了 55號走了 因為太多人啊 連名字都叫不起了 名字變成號碼 他每天看著人要走了 人要走了 心裡在那裡想 哪一天輪到我啊 還是每一天 每一天 這個指孝孫賢 孝養 太不一樣了 所以應該是從小 讓孩子懂得 有孝心 有責任心 這個是懂得基福 而他有責任感呢 他出社會就懂得造福 他很熱心 盡忠之所造福 老年呢 他一定想福啊 所以這些人生的思想觀念 父母一定要正確 才能給孩子好的影響 而且我們想一想 什麼是人生的富貴啊 真正的富貴啊 是知足的人 真正的富貴啊 是每天都從善道德 樂善好施的人 這個人是真富的人 什麼是真貴的人 走到哪裡 人家發自內心 尊重你 這是真正高貴的人 這是真正高貴的人 而一個人 人生目標就是要成勝成賢 這個人高貴啊 而不是有了錢 變成守財奴 有了地位 反而作威作福 那反而不是富貴的人啊 變成讓人瞧不起的人 所以什麼是貧賤的人 貧就是不懂人生的道理啊 他再有錢內心都是空虛的 這是貧啊 什麼是貧 不知道羞恥 就會讓人看不起啊 每天整個人格 品性都在墮落 這個才是真正貧賤的人 不能只看到外在這些表象的東西 所以這一些觀念 能從小讓孩子建立 他一輩子思想觀念就是這個 好 包含兄弟關係 有一首詩啊 描述兄弟關係 描述的很好 有一位長輩講到 兄弟啊 就像那個樹啊 連著根一樣 父母就是我們的根 兄弟連枝各自容啊 些些言語莫傷情 兄弟是跟我們這一生 生活相處最久的 親人比父母還久 所以不要因為一點摩擦 就幾年不講話 其實彼此都痛苦啊 這是天性的親愛啊 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 尤其我們到了中年啊 每一次兄弟姐妹一聚會 你的白頭髮又多幾根啊 能得幾時為弟兄 弟兄同居忍便安 兄弟姐姐妹在一起相處啊 多包容多寬恕 莫因毫莫起爭端 眼前生子 又兄弟 我們生下來的孩子 他們之間就是堂兄弟表兄弟 我們這些長輩融洽了 他們就學到好榜樣 流雨兒孫做好樣子看 這一首詩啊 對我們去體會兄弟關係啊 非常的好 我記得呢 這個唐朝的李姬啊 他已經是老人啊 留著長長的鬍子啊 去看他姐姐 他是朝廷的大官啊 很顯貴啊 可是他自己去祖宙 給他姐姐吃 結果因為他鬍子太長了 阻著阻著呢 這個鬍鬚燒起來了 趕緊把他撲滅啊 他這個姐姐就說了 哎呀你何苦啊 讓底下的人去做就好了 你何必這樣呢 她說姐姐啊我們都老了 你小時候對我照顧這麼多啊 我能為你做一些事啊 我覺得很欣慰啊 我不知道以後還有多少歲月 能夠幫你做些事啊 所以兄弟姐妹之間呢 念念念著 曾經他們給我們的恩德 所以家庭要和諧啊 弟子會有一句話非常重要 恩欲報 心裡面只放最寶貴的感恩 去寄這些恩德去回報 願欲望 心裡面絕對不寄不愉快的事 絕對不寄怨 通通把它倒掉 哎 諸位長輩朋友 你們剛剛出去有沒有倒掉 我們剛剛有沒有把它裝好 丟在垃圾車上面 丟掉這些 這個煩惱怨怨恨啊 身心就越來越輕鬆了 好 再來呢我們看 延伸到社會 團體去了 就是君臣跟朋友 而其實 那種精神啊 就好像是對待父母 跟兄弟一樣 而君仁成忠 君仁慈了 底下的人啊 非常感動 他會敬忠 大學裡面有一句話 未有善好人 領導者很仁慈 下不好義則也 就是領導人的人慈 一定會感動底下的善心 也變得非常有道義 我們 這一次呢 邀請到我們新疆 郝鐵龍董事長 他的企業啊 他非常的愛護他的員工 甚至於呢 他覺得他有社會責任 他們自己企業辦 幸福人生講座 把這些好的道理 給社會大眾 這些人跟他啊 都沒有經濟關係的 但是他覺得這是我一個 中國人 炎黃子孫應該做的 這個叫善好人啊 有人欲 結果他的這些主管同仁 也都歡喜著跟著他 一起去服務當地的大眾 他底下的人也有道理啊 而且他們回去之後呢 都非常關心員工的生活狀況 跟他的家庭 結果他的公司營運就越來越好 現在都是啊 趕不過來 做不來了 大眾非常信任他們 而且呢 我聽了很感動的一點 郝總呢 他們公司兩百個員工 肢體殘障的 就有三十幾個人 這個是真正的 我們剛剛李運大同編 唱歌的 照顧這些特別困難的人 可是啊 他這些員工都非常感動 都盡心盡力在工作上 好 所以 真的人啊 成就能中了 而當好一個領導者啊 其實他的精神呢 就是我們傳統文化的三寶 君 親 師 一個領導者有這樣的心境 一定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也會是一個成功的團體 而這個君的精神呢 是以身作者 不是要求別人 結果自己不做 這不行的 我們這一次啊 很難得 邀請到的這一些老師啊 都是真正呢 在他的單位企業 做得非常好 我們這些講課的 比起他們呢 差多了 他們是做到了 我們是說了 還做不到 而 我們張發廳長 明天也會跟大家上課 他在海南省監獄系統 他是整個海南省監獄局局長 他在任的時候 他帶頭去做 把整個海南省 所有的監獄都帶動起來了 而且他 身邊的一些主要幹部啊 都以身作者 包含高監獄長 他在監獄裡面看到煙頭啊 都是以身作者自己撿起來 結果那個監獄 就找不到煙頭了 以身作者 再來領導者呢 還要能夠謙虛接受勸見 要集思廣益 不能自視甚高 到最後把決策下錯了 就不好 能夠集思廣益 再來要知人善任 這是一個領導者很重要的功夫 親呢 就是要愛護他 像親人一樣的愛他 而且啊 不捨棄他 指導他 而且呢 我們對於同仁的付出啊 不是要去計較的 要條件的 是無私的去付出 我們剛剛舉到的 許哲女是因為她無私啊 所以趕來的也是無私的回饋 最後呢 這個詩的角色啊 能夠藉由很多機會呢 掌員工的善心 教導他 導正他的過失 這個就是一個詩的精神 包含 沉船智慧 讓員工 他有正確的人生觀 他的家庭能夠幸福 很多企業家 為了讓員工能得到這麼好的教誨 花了很多的心血 我們南京有一位企業家 李慕松總裁 親自幫員工開車 叫他們來上課 結果他們的員工說啊 當時候坐在車上的 現已還行 這個總裁可能是要帶我們去洗腦 以後回來啊 對他盡忠一點 所以當好人不能有的 還會被人家誤會的 結果後來員工上完課啊 就非常感動 而且還有員工的父母啊 給李總打寫信 所以我教育這個孩子 教育了三十幾年呢 他還不懂得做人 我們的公司 還有李總寧啊 真正讓他明白 什麼叫倫理道德 所以假如一個領導者 讓他底下員工的家庭都能幸福啊 那他無形當中呢 對社會的貢獻就非常大 而且假如又以自己的企業 落實倫理道德 成為整個國家的好榜樣 那真是功德無量 所以在北京 胡曉玲董事長 他的企業辦得很好 他的經驗呢 提供給非常多的企業家 所以他的企業也做到了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效果 好 這個是跟大家 談到的這個五輪關係 而這個五輪能和諧了 這個家就能安樂了 合了很多事情啊 就越做啊 越順利 萬事啊就沒心了 好 那這個最後呢 也祝福大家 這個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好 大家的家道呢 也能夠長久不衰 好 謝謝 然後最後呢 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請問大理基竹山的村民 大多數是白竹 民風淳樸 善良好客 一家有事 全村出動幫忙 不分老少不分男女 不分高低卑賤 都是一家人 對我們外來的人 也視為親人 這個不是問題 這個是告訴大家 歡迎大家搬到 搬到基竹山來 搬到大理來 這一位長輩非常可愛 他說一位在基竹山鎮 住了一年的老人 他是親身體驗的 絕對 凡出言性為先 他講的是真的 而且啊 孔子告訴我們 理人為美 一個人 一個家 能住在一個 充滿著人意啊 充滿著人情味的地方 自己啊 德行會越來越好 下一代啊 也會 很有修養 因為這個環境啊 潛移默化 影響了一個孩子 好 所以他講的 讓我們都有點心動了 當然 我們也期許自己啊 我所在的社區 由我開始帶動 也能夠 民風純樸 善良好客 一家有事 全家出動幫忙 不分老少 不分男女 不分高低卑健 好不好 讓我們所在的社區 是一個大家庭 所在的企業 是一個大家庭 這樣子啊 文化 就在這些榜樣的帶動之下 很快就能復興起來 下一個問題 很冒昧問您一個問題 您心中美好女子的形象 是什麼樣的 或者說標準是什麼 告訴大家 這個問題啊 絕對不是兩分鐘可以回答 所以大家要了解 請聽我們劉芳總裁的課 因為我們劉總啊 就是一個好太太 好媽媽 好媳婦 她是做到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呢 她會詳細分析 詳細微微到來 給大家了解 好 那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結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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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